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分点的坐标分别是ABCD 要把这四个坐标加起来 看它等于多少 好 我们把这个题目呢 把它用竖线把它表示出来 P点坐标28 Q点坐标-12 PQ线段多长呢 PQ线段28减掉-12 减掉负的变加的 28加12 所以呢 从P到Q就是40 PQ线段的长度 就等于40 那如果把PQ线段五等分就是40 除以5 等于8 也就是说每个等分点呢 它都差了8格 那你可以从P点的往左算8格 比如说P点往左算 往左算就是减8 28减8 20 20 20再减8 12 12再减8 4 4再减8 等于-4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ABCD这四点的坐标呢 就是20 12 4跟-4 或者是说倒过来写-4 4 12跟20 因为它没有说 谁大谁小 可是它要算的是四个加起来 那其实你要算加的话 四个加起来就 无关这个顺序了 所以把四个加起来 A加B加C加D 它就会等于20加12加4加-4 那4跟-4呢就消掉了 20加12算出来等于32 所以答案就是3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